好,我们现在讲Bilomal Torsion 和弗能量的公式 就是Bilomal叫做复法项量 Torsion就是毛率 然后弗能量的公式 那我们前面讲了单位切项量 单位法项量 那我们在三维空间中 我们应该还有第三个项量 这第三个项量我们叫做Bilomal Bilomal Bilomal Vector 怎么定义呢 这个B定义成单位Tangent 和单位发现量 它们的X乘 这是一个右手系 那我们看一下 如果曲线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是T 那这个是N 那么 好,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 这样的话 我们要把这个放 我们要组成右手系的话 写成这样子可能好一点 那么右手系 这是右手系 这是右手系 这个是T 那么这个是N 这是大的N 这是B 那么组成了 组成了一个 局部组成了一个坐标系 它们是两两垂直的 这是复法向量 它的定义 那么复法向量的定义 那我们前面讲过 单位切向量 它的转动以后 就得到 它的转角 它的转动角度 跟它的这个 呼声之比是 是曲率 那么我们复法向量 我们给B 给它求个导 看一下 是什么样的 那就是DT DS CrossN 再加上T 乘上DN DS 好 那么我们DT DT DTS 是什么呢 DT DTS 它就是 怎么 是 我们前面的 K S 乘上这个 N 再加上T 乘上D N D S S 那么N X乘上N等于0 所以这个是等于 T X D N D S 那么 因为 N 是什么呢 N 它的长度是等于1 所以我们 D N D S 它是垂直于谁呢 它是垂直于N的 它是垂直于N 它是垂直于N 但是我们又是T X G XG 这个 那么我们 它肯定是这个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T XG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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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它是同时垂直于这个 它是垂直 这个 本身也垂直于T 它是垂直于T的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 N D S 垂直于N 好 那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我们 D N D S 也就是说 我们 D N D S 本身垂直于N 那么它又 那么整个这个又垂直于T 所以我们得到的是 T 乘 XG D N D S 它一定等于一个常数乘上N 我们把这个常数记作 -T S N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垂直于T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首先我们D N D S 它是垂直于N的 所以我们 这个 它只能够 只能够这D N D S 它一定是 等于我们写 写出来 就应该是一个 Lambda S乘上 T S 加上 μS乘上 一个 B S 它只能是在这样的 只能是 表示成 T和B的 也就是说 它只能在 它只能在 B和T这个平面上 因为它垂直于N嘛 那么我们再 再插击T以后 那么前面这部分就没有了 前面这部分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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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在后面这一部分 所以只剩这个 那我们把 μS写成 -TorS 那么这个 TorS 我们叫做 它的 叫做 Torsion Torsion RT Rs 在这一点 就是它的 Torsion 那么 Torsion 是什么呢 Torsion 它描述的是 曲线离开平面的 程度 我们看 如果是一个平面的曲线 如果是这个平面的曲线 那我们看一下 在这一点 它的 在任何一点 我们看 在这一点 它的切向量是在平面上 它的发现向量也是在这个平面上 这是T 这是N 那么它这个 B 是在这个方向 那么它是单位向量 我们画短一点 它应该是在这个方向 那么你再移动 你 DB 好 那么 如果说我们这一个 我们叫做 B S加上ΔS 那么跟B 是 其实是一个 是平面上的 都是平面上的发现向量 所以说 如果是 Plan curve 那我们 DB D S 它是等于0的 是因为它就是 因为B始终就是这个平面的 发现向量 它是一个长向量 那么 那么是在三维空间中 可能它就会变了 那么 我们这一点 好 这是一个切向量 这边是一个发现 发向量 我们只想这个 好 那么我们的Torsion 它的Beloma 是这个 那么 那么我们换一个 我们换一个 这个地方 那就它的 它的这个Beloma 就换 就会有转角 这是 这是B的 S加上ΔS 这是T的S加上ΔS 这是B的S加上ΔS 这是B的S加上ΔS 这是N 那么它们之间的 我们把这个Bs加ΔS 我们把它跟B的起点放在一起 就是Bs加上ΔS 它们相 它们相减的 就会有这个 因为我们DbDs 本身是Limited ΔS 那么 如果B不是平 如果这个Rs它不是平面曲线 那它们之差 它们两个相减 就不等于0 不等于0 也那么 它们这个大小 这个绝对值的大小 那 因为我们这是 这是Bs加上ΔS 负的Tau S乘上N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Tau 它的绝对值 它的绝对值的大小 就 我们就是描述了这个 向量的长度 那么有可能是 你 我们正负号取的是什么呢 正负号 我们要确定这个曲线是往上敲 还是往下敲 那么我们看一下 如果这个 我们这个曲线 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个平面 我们的把它拉上来 拉上来 那么我们是 如果往 如果是往这个法线向量 跟法线向量同 那么这个 我们是法线向量 跟法线向量同方向的 是这个 我们是这个 如果跟法线向量是同方向的 那我们Tau 就是记住是 是负的 跟法线方向 它们相差 跟法线方向 它们相差 跟法线方向相同的话 我们是记住是负的 相反的话 记住是真的 这是Tau 它的几何的意义 是离开平面的程度 我们衡量的是这个曲面 离开平面 而曲线离开平面的程度 就相当于把平面上的一个曲线 我们把它提起来 提起来 提起来 你那么敲的越高 这个Tau 它就越大 敲的越小 就这个Tau 就越小 好 那我们来算一下 我们算一下 我们算一下 Fort RT 等于 AcosT AsinT 和BT 那我们上一次讲过了 它的这个 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现在计算 都是在S 就是互常参数的情况下 计算 那我们上次已经把这个曲线 就是重新参数化 用这个互常参数化 得到的结果 它是 我们得到是A Acos 也根号下A平方 加上B平方分之S 这是A sin 这是S 根号下A的平方 加上B的平方 然后是Bs 根号下A的平方 加上B的平方 好 我们已经算出来 那 Ts Ts 是 R关于S的Derivative 是 负的根号下A的平方 加上B的平方分之A 3 3 根号下A的平方 加B的平方 分之S 好 这是 根号下A的平方 加B的平方分之A 那是cos 根号下A的平方 加B的平方分之S 然后是根号下A的平方 然后是根号下A的平方 加B的平方分之B 好 这是 T 我们算出DT Ds DT Ds 是 是 R关于T的二阶 Ds 那么 等于 我们是 负的A的平方 加B的平方分之A 然后是cos 根号下A的平方 加B的平方分之S 然后是 负的A的平方 加B的平方 A 这是 3 根号下A的平方 加B的平方分之S 还有 0 而且我们知道DT Ds 它的长度 是 好 我们给它 去 它的长度 长度 那么就是 A的平方 加B的平方 分之A 所以 N 就等于 负的cos 根号下A的平方 加B的平方分之S 这是 负的3 根号下A的平方 加B的平方分之S 这是我们的单位法效量 那么我们 B B 是等于T Cross Product N 那我们说Cross Product 就是I G K 好 T 那么负的 根号下A的平方 加B的平方分之A A 然后是Sine 根号下A的平方 加B的平方分之S 负的 负的 根号下A的平方 加B的平方分之A cos 好 根号下A的平方 加B的平方分之S 然后这里是根号下A的平方 然后这里是根号下A的平方 加B的平方分之B 好 N就是 N是负的cos 根号下A的平方 加B的平方分之S 负的 负的3 根号下A的平方 加B的平方分之S B 然后这边是0 那我们来算Cross Product I这里得到的是 好 I这边得到的是 根号下A的平方 加B的平方分之B 然后是3 根号下A的平方 加B的平方分之S 这是I 是这个 减去G G那么是3 然后这是负的 减去一个正的 所以减 减去 G把这个画掉以后 变成 根号下A的平方 加B的平方分之B 然后cos 根号下A的平方 加B的平方分之S 我们看本身是减 减去 那么这是减上一个负的 对 那么再加上K K K就是NumberK 这个月价就是3 3平方 负的3平 这两个都是负的 这两个都是负的 嗯 看有没有算错 这有一个错了 这个是正的 这里是正的 正的话 I 用这个想称等于0 那么G 这个没有 没有 好 那么K K的话 那就是 这3平方 这边是cos平方 这里 嗯 这两个是正的 这两个乘起来是负的 然后再减一下是正的 所以是根号下 A的平方 加B的平方 分之A 所以它的Beloma Beloma Vector 就是 根号下A的平方 加B的平方分之B 3 根号下A的平方 加B的平方分之S 然后是负的 根号下A的平方 加B的平方分之B cos根号下A的平方 加B的平方分之S 好 那 第三个是 根号下A的平方 加B的平方分之A 好 这是我们的Beloma Beloma Vector 得到的是这个样子的 那我们Torsion 是我们 D B D S 我们要先算出来 然后看它跟 Loma Vector 之间的 之间差了多少 就差了个常数 那我们把这个算出来 另外 根号 那么我们对 这个 对S就 Derivative 所以是A的平方 加B的平方 分之B A的平方 然后是cos 根号下A的平方 加B的平方 分之S 然后第二个 是A的平方 加B的平方 分之B 因为 这就是3 根号下A的平方 加B的平方 分之S 然后是0 那我们看 跟我们的Loma Vector 差了什么呢 Loma Vector 这都是 前面都是负的 所以它就等于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前面的系数提出来 那这是 我们要提个负号出来 那么这是负的cos 根号下A的平方 加B的平方 分之S 负的3E 因为Loma Vector 它两个都是负的 等于负的根号下A的平方 加B的平方 分之B 然后是乘上Loma Vector 所以我们 因为是负的tall S 所以tall S 就等于 根号下A的平方 加B的平方 分之B 这是我们根据它的定义 计算出来的 我们的定义在这儿 tall S 就是我们是叫做DbDs 它是等于这个 好 DbDs等于这个 好 这是我们的torsion 我们算出了torsion和Beloma 那我们最后一个 我们 让我们看第几项 这是立体 算了 第五项 我们叫做福人类公式 我们已经有 福人类公式是三个vector 它的导数 和福人类公式 之间的关系 我们已经知道 DT Ds 是等于 Ks乘上Loma Vector 而且 Db Ds 是等于 负的tors 乘上 N 这两个都是跟N有关 那么还有一个 D N Ds 等于什么呢 我们需要求的这个 那我们知道 T 我们知道B 等于 TX N 而且我们知道 T N 和B 是右手系 就跟 那么我们 可以知道 那是右手系 是 右手系 那我们就知道 它们就形成一个关系 第一个跟第二个 Cross Products 得到第三个 第二个跟第三个 Cross Products 得到第一个 那么 第二个本身 我们 就应该是第三个 Cross Products 第一个 那我们 利用刚才 利用这个 product rule for Cross Products 那么我们 D N Ds 它可以写成是 Db Ds Cross T 再加上 B Cross Dt Ds 那 Db Ds 是等于 负的 Tor S N 然后 Cross T 再加上 B Cross 那么 B Cross 那么Dt Ds 是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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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T 那我们说 前面这两个把它交换个顺序 变成 Tor S T X N 把K S T K S K S乘上 B Cross T 那么 T Cross N 就是 N B 那么 B Cross T 我们刚才已经得到它是N 所以是 K S N 所以这个福利内公式 我们就是 这样的关系 就是 DT D S 是等于 K S 乘上 N 而 DN D S 是等于 这两个怎么都是正的啊 B X G T 我看一下 嗯 T B B X G T 3 1 3 1 1 3 2 嗯 哦 这里写错了 这是 这个写错了 然后 K S乘上 N DT DS K S乘上N 写错了 好 这是 那么 这是 嗯 嗯 我们 2 3 3X2 是等于 等于 2X3 2X3 是等于1 所以是 负的 K S 这个负的 K S乘上T 所以这福利内公式 就是 DT DS 等于K 那么D NDS 是 应该是 写成-K S T 再加上 Tor SB 然后 DB D S 它是等于 嗯 负的 Tor S 乘上 N 这是 这是 弗内来公式 有时候我们 嗯 用矩阵的方式写出来 它是一个反对生的矩阵 也就是说 DT D S 和DN D S 还有就是 DB D S 它是一个反对生矩阵 它是一个反对生矩阵 它是什么呢 0 K S 这是0 负的 K S 0 Tor S 然后 是 负的 Tor S 那 我看一下 这个 到底不在这 是在 这个 负的 Tor S 然后 0 这是 T N B 负内来公式 永远出现的是一个 反对生矩阵 它的系数 永远是一个 反对生矩阵 这就是我们负内来公式 那这里 立体我们就不 这里我们就没什么立体可以讲了 因为我们计算的话 用前面的计算方式 我们就都可以算得出来 这是微分几何 关于空间曲线论的一个基本的 一个基本的定理 在关于 曲线的微分几何里面 这个 这个公式 是个基本的公式 这个 而且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 这其实一个是 常微分方程组 这个 常微分方程组 它的解 只要 Tor S KS 不等于0 它的解是唯一的 这个解是唯一的 也就是说 只要你给定了 Tor S 和KS 基本上这个 这个曲线 就唯一的 给定了 就是 它是曲线存在的 唯一性定理 或者说曲线 或者说曲线 应该说是 uniqueness and existence of space curve 它定理是这样说的 它定理是这样说的 S Tor S 如果都不等于0 那么就是 存在 唯一的 存在 应该说 Exist Unique Curl R 等于 R S With K 等于 KS and Tor 等于 Tor S 这是 根据常微分方程 存在 微信定理 我们可以给出来 如果说 你只要给定一个 KS 和Tor S 那么 它就有一个 唯一的 曲线 唯一的曲线 它的曲率 就是KS 它的脑率 就是Tor S 好 这是弗林奈公式 那我们就 这一部分 我们就 讲到这 那 我们 后面 我们就讲一般的参数下 它的 这个 三个 这个曲率 脑率 和三个基本向量 它怎么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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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